花蓮市原住民族部落事务工作组长联系汇报 在事工所举行 市长魏嘉宴特别出席 在所有人见证之下 他也亲自制证了头目专属的传统头目冠 还有泰鲁阁女性头戴 表达对各部落头目的敬重 为了感谢头目对于部落投注的心力与时间 长期对于部落发展文化传承牺牲奉献 并成为公部门与部落间的沟通桥梁 花蓮市长魏嘉宴在日前 也特别协同原型客长 将进行出席每个月定期举办三次的 华蓮市原住民族部落事务工作组长联席会议 并在所有人的见证之下 亲自制证头目专属的传统头目冠 及泰鲁阁女性头戴 这个头戴我们最早是在 八年前十年前的时候戴过一次 所以因为当了十年的头目 大概头四都是已经旧了 像羽毛羽罐的羽毛都脱落了 市长上任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就跟他讲这件事情 他答应了非常 我们这次颁发的颁给我们头饰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高兴 那其实不管是在未来的传统文化 甚至一些手作等等 那也希望说我们头目只要提出来 那也可以的话 我们这边会编组预算 让我们所有的原住民部落的族人们 都可以感受到市工所的一个业务上的一个支持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头目 都来到公所这边来做一个班政的一个典礼 那其实真的很谢谢我们所有的头目 那班政这个头冠也真的 了表我们所有头目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敬意 市长维嘉燕同时也感谢市民代表会 一直以来在预算上的支持 并表示市工所将会持续落实部落自治的精神 对于部落筹办各项传统祭典给予尊重与协助 并积极办理足以推广传统记忆等研习课程 共同为传承珍贵的原住民文化而努力 记者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